这手牌是枪口加二位拿AA凭尻埋伏 这里边谭轩拿到了六七同色 他看前边人全是凭尻的 他好像有想法啊 但是如果他一起race的话 这个AA他就一定会嗷领 因为AA只有100万的筹码 其实谭轩的筹码还真的挺多 现在还有480万 前面谭轩输 他第一手赢了一个藏书奴的那什么 他那首输野人的有点多 他现在还有480万 其实筹码量是非常健康的 6七同色这样的牌要不要尻 要靠七十万变成一个二百多万的筹码 七十万是多少啊 一百六十万是吧 一百六十万加七十万 二百三十万二百三十分之七三七二十一 差不多啊差不多 这个胜率差不多 应该赔率还算可以啊 哦在谭轩七掉一手牌了 不玩了 二百三十万二百三十万七十万三七二十一 三七二十一还有个 可能还是不够 三分之一的底持 确实是不够 赔率确实是不够啊 但是面对AA你不够你知道吧 因为这是德州扶克最好的牌了 坦轩这里边如果面对AK呢 AK的牌 他也不比什么AKK少的你知道吧 就是概率上边啊 但是AA33嘛 多二十万应该是不够啊 我们来看这手牌啊 这手牌大家都是平靠入持 都有点牌力啊 但这个牌力都不算太强 99也是check 一个五人底持 七人猪啊 现在是五人底持 看翻牌Q60 这样野人的QK击中顶对 由于位置最差 他选择过牌 这里边 其实别人都不太能打得下来 其实牌都有点差啊 都不会下注 99这里边也不会下注 转牌来一张8 那这里边Banamo的运气 非常的好 击中了暗三条 那这里边Banamo一定会下注啊 如果他不下注的话 有些买花买顺都能反超 反超他 36万的底持 下注十二万五千 我感觉他这个柱下得有些轻啊 那这样因为他位置是第二个位置 还是比较靠前的 比如一般他这个下注 买花买顺的是吧 都有可能靠他 因为他这个很便宜 买起来 会比较容易啊 这里边对酒 对酒是个卡顺 如果发出七啊 六七八九十 六七八九十 哦他是买上下顺的 六七八九十 八九十勾圈啊 所以这里边 我是觉得这里边 Banamo的下注 这柱有些轻啊 感觉最少下个二分之一底持 这样 其实发出七更好啊 发出七可能对六七八九十而言更好 发出钩就比如有一些什么AK啊 是吧 甚至一些什么9 9K也是反超他 发出七他就不容易被反超 他这里边可能用鸡蛋是花 因为Flop和大家全都是过牌啊 就是 这里边有可能是方片的花 是吧 也是有可能的 手里边两张方片是吧 他免费看的转牌 他免费看的转牌 这里边99啊 K神还是打的比较稳 说实话这箱也是能打价值的 但是他还是怕多人抵持 他怕了 他怕多人抵持别人是花啊 也季蛋比他大的顺子 但因为他有两张9啊 别人其实比他顺子大的概率也并不大啊 这里边可以打一些什么两对啊 比如K两对啊 或者像这种按三就吸歪歪的牌吧 那价值啊 他比这些什么 因为按三这种牌 他真的比较比较少见的 也不太好读出别人有没有这种牌的 这个又是一个多人抵持 前边三个人是平尻 四个人平尻了 QK是check 又是一个五人抵持 八那么正 哦不是 90反正就还行啊 挺舒服 我以为90同色呢 后边10Q是同色 看三牌K9Q 又是一手 大家这个牌 flop都没有什么牌的 这么的一手牌啊 谭轩这里边是有个顶对K 但谭轩这个踢脚并不是太好 36万的抵持 谭轩这里边很有可能会开一枪的 看看大家什么情况 其实这种情况 像咱们前面有一手 八那么那牌啊 可以下住个三分之一 底持 看看情况 八那么那三条八 就看那种牌型啊 那种牌 他下个 说实在的 但他下二分之一 底持买山下顺子 应该也会尻 哦也不好说 因为只有一条街了 反正他那个下的太轻了 谭轩这里边36万的底持 瞎住15万 全都弃牌 轮到藏苏奴 藏苏奴这个牌中盾 买卡顺 然后有黑桃的发展 面对谭轩的下注 但这是一个五人底持的下注 藏苏奴这会儿还是尻 那我们来看看转牌 转牌来一张钩 藏苏奴运气非常好啊 90勾圈可以击中卡顺 藏苏奴这里边脑子里边 肯定想到A10了 你知道吧 藏苏奴是打牌比较稳的人 还是过牌啊 这里边更多的 其实还是更多的是埋伏的意味啊 虽然会想到A10 这样的牌 盘轩这里边有一踢脚很小啊 这个将这个牌面非常的异张成顺嘛 藏苏奴又过牌了 其实核牌可以自己主动下注啊 其实石秀这样的牌 核牌你可以自己自己打出来 打得别太小啊 然后核牌 如果别人真的瑞斯你 你这个牌石秀可以扔啊 这样的 其实藏苏奴是打得稳的牌手就这样啊 有牌 就是多少有些打的被动啊 这手 这手石子顺的 尤其是面对弹轩 墙口味的K神 拿到KK 三个K一看着 好 这时候野人拿到了AK同色 这注定了是一手要火星撞地球的牌啊 其实火星撞地球多少有些夸张啊 但是那肯定都要打起来哦 AK这里边很容易起瑞斯啊 因为你拿到AK这样的牌 你也很想要就翻牌前就拿下底持 对你而言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情况啊 尤其在前边人起瑞斯的情况下 因为AK你毕竟以来他不是成牌啊 直接三拜他94万啊 其实跟咱们想的一样 他这个三拜他也非常的大啊 就是带着很强的要翻牌前拿下这个底持的意味啊 这时候你玩对八就有点太赌了你知道吧 你去和别人去赌 有点去玩百家乐了你知道吗 赌大小啊 没有必要啊 反正还是你要碰见超队 你这对八就会非常的被赌 那就是两个人啊 跑马 胜率很多啊 你看他这个超队在短牌里边 他并没有领先AK很多啊 有点类似于小队的和AK的打的胜率啊 哎呀 后边怎么有个服务员一直站着不动呢 他一直在站在那不动 等着谁拿要喝嘛 谁点完餐了 他等着手牌打完之后再拿了 哦 野神的运气非常的好 翻牌石狗圈K 不是石狗圈K枪的天顺 然后发出个对石 那既然可以买葫芦和 就是可以买葫芦 三条石带俩K的葫芦和三条K带俩石的葫芦 其实他可以买 十狗圈K嘛 发出A他的平分啊 那K神还是最后运气比较倍啊 获得第七名 获得84万英镑的奖金 那K神就成为桌子上边第一个被淘汰的牌手 野人啊 收获颇风 可以移动一下吗 能不能移动一下吗 对 我可以移动一下吗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